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训 2021年11月1日 拿玻璃力争3分 周一凌晨,一甲联赛第11轮继续展开角逐 沙兰利坦拿将主赢拿玻璃 M直播届时将会有本场赛事的现场直播 双方实力方面有着巨大差距 目前沙兰利坦拿处于积分榜倒数位置 而拿玻璃则排在联赛前列 相较之下拿玻璃自然在本场较量之中占尽上风 此番拿玻璃客场带走三分难度不大 带着保祖目标的升班马沙兰利坦拿经济开局 就表现出了十分挣扎的样子 球队在联赛开局阶段就遭到了四连败打击 其中面对罗马和托连奴两场共十八球 这令沙兰利坦拿经济的保祖之路更加艰难 在目前十轮联赛过后 沙兰利坦拿取得二胜意和七负的战绩 仅以一分优势位列联赛第十九位 不过沙兰利坦拿是目前收获败仗最多的球队 同时说明了球队在一甲的竞争力不足 攻防两端都没有好的表现是沙兰利坦拿战绩不佳的关键 以费特利高 邦拿索利和米兰迪祖利等人领衔的进攻端 场均仅能射入一球 进攻水平处于联赛倒数的位置 防守端也不例外 22个失球就与联赛其他下游球队一样 只是比联赛失球最多的十百斯亚少师一球 由此可见 沙兰利坦拿金账确实没有任何赢波的资本 加上对手 还是联赛未尝败继的拿玻璃 是以沙兰利坦拿还是以输少当赢的心态去面对更为实际 阵容方面 后卫卢卡保丹和中长马马度 高列巴尼等人因伤缺阵 开局好起八连胜的拿玻璃是金技能夺得一甲冠军的热门球队 虽然对阵罗马一亿未能延续胜绩 不过球队目前录得九胜一合的战绩 与AC米兰同计28分 处于联赛前列位置 进攻方面 目前拿玻璃全队共攻入了22球 玉陀 奥森和荷罗伦素恩西尼领衔的进攻端除了在战和罗马的比赛中没有收获入球 其余比赛常常有波入 军场入2.2球的数据在联赛中也排在了前列位置 不过拿玻璃防守端的表现更值得让人称赞 尤其难得的是 在金技大比数当道的一甲中 十轮联赛拿玻璃只有三个失球 期间七成比赛不失球 同时拿玻璃也是五大联赛中失球最少的球队之一 卡列杜 高列巴尼 祖云尼 迪罗伦素和奥斯宾拿等人组成的后防线是拿玻璃防守滴水不漏的关键 要知道 近四场各项赛事拿玻璃共让对手获得了41次射门机会 但期间依然保持大门不失 即将面对战斗力低下的沙兰利坦拿 攻守兼备的拿玻璃进铺是在必得 阵容方面 后卫奇云 马尔古特和中场阿当 奥拿斯音商倦琴 你正在收听的是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你的一个赞是我们的鼓励 还没有订阅我们的频道就马上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